白色轿车严重溃缩 零件四散 惊魂未定的妇人摊坐地上 车内五岁男童喷飞倒地伤重不治 国道一号这起夺命车祸 发生在2023年2月 当时42岁的新姓妇人 让儿子坐在副驾驶座 途中因为超车 引发与张姓男子间的行车纠纷 导致她的车辆失控翻滚十圈 面对五岁的儿子奏势 刻在心中的一道伤疤 还没平复 证信男子应讯时否认恶意逼车 便称心性妇人硬要超车 才会按喇叭闪灯 但法官审理认为 被告未保持前后两车的行车安全距离 骤然下车的过失驾车 导致心性妇人车辆翻覆 不只如此张姓男子更私下 想要关说 张南曾经试图透过 这个审判长的亲友 向这个审判长表示说 希望获得有利的判决 所以设有关说的事实 彰化地院审结 亦过失致死赵桃等罪 判处张姓男子应执行 三年两个月徒刑 另外心性妇人为帮儿子设置安全座椅 同样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 全案还可上诉 下期新闻徐书伟 正好报道